欢迎来到董事佛丁麦 这次赛事来到11月29日跑马地菊草赛事 骑士忠逸礼在第8场赛事拆骑电器骑士的时候 触犯了不小心拆骑 亦是季来第5次触犯不小心拆骑 所以这次罚则相比之下有点高 究竟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去片看 好,来一开集大家都平排出集 前面快的马电器骑士,杰出汉子也比较前 中档第3位的马有进马风采 外面第4位绿色深粉红帽魅力宝区 在外面走上去,进占第5 就是这只四季星,现在进占第3 接着第6位,红眼罩超霸性 第7位橙衫的爱心 后面四姐小霸王在第4 雪涌神区贴到蓝牙在第3 后面两匹马分别是电源之区和一只依神 去到对面直路尾 电器骑士放来了个几身位 4季星咬了上来第2 前面第3粉红面固那只结出汉子 第4位有魅力宝区 前面第5进马风采第6位超霸性打变那只 橙衫在后面有的爱心 拿出去外面是雪涌神区 尾身小霸王 在后面是电源之区和伊神 最后200多米 电器骑士 抛离了后面的对手有个几身位 结出汉子向第2位 再看到外面魅力宝区 大爱当雪涌神区 在里面追踪了的爱心 在里面追上来就是小霸王 接近中 建杂骑士钟亦麗在拆骑电器骑士时 承认了一项不小心拆骑 事源他在末段时鞭拆座骑 令到他的座骑在未带来的爱心的情况下 向外斜跑 也影响后面的结出汉子 结出汉子需要立避魅力宝区和的爱心 令到他无法推进受到干扰 考虑到钟亦麗的拆骑记录 近二百次都有接近五次被罚不小心拆骑 所以他超出了底线 需要加罚 所以最后判罚了三个香港赛马日的停赛 考虑了钟亦麗的不小心拆骑 属于第二级 影响情况属于第二级 以往通常或今年的案例 都是罚一至两个香港赛马日 视乎他违规的情况有多少 这次钟亦麗是比较多的 他在近二百次里面 所以就要罚三个香港赛马日的停赛 也是符合他们贵初董事小组说的 罚则的六级制 另外竞赛董事小组考虑到 建习骑士钟亦麗比较多 所以就考虑了他作为建习骑士的经验不足 所以就安排他出席 骑术委员会的一些会议 另外就应该会安排一位资深的骑士 去协助他改善他的 拆骑的阵上安全的情况 究竟找哪一位 这个就有待公布 不过这个就不是第一次了 以往杨明明也有试过 接受伟达去做一个 阵上拆骑安全的课程 或者指导 让他在阵上的安全上 符合香港的规例 到时接受完这些 课程或者指导之后 钟亦麗在阵上安全上 会有什么改善 骑弓当然是重要 但是阵上安全也相当重要 好,今集到这里 下次再有类似的案例 我们再和大家谈一谈 就这样,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这条影片 可以comment,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按下小鐘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 另外follow我们的Facebook,Instagram 这些social media 我们亦有收费平台 Warko 常来提供我们赛事的心水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拜拜